大龍鳳今晚破天荒有這個廳節目變靚一條龍鳳的服務 只要上去 www.8b1903.com 看我們的視像直播 還有一會兒打來 1872881就可以跟我們聊天 我們就會覺得你很漂亮 我們今晚有特別嘉賓吳文欣 Hello 大家好 現在貴為CEO 是一間美容中心 Chief Entertainment Officer 其實今晚這個主題 知道吳文欣上來當然要講一下整容的事情 因為其實現在的風氣都已經很盛行 其實是的 五年前我可不可以這樣說是我打開了這個市場 你簡直是始祖 就是人們這樣說了這個題目 還有可能會引發很多人整容 不夠膽承認 或者可能之前一直都不夠膽承認 其實今晚之後都有幾個代言人出現 但其實普遍來說都是不會想承認 但是當時的勇氣都很大 大呀大呀 說回少許資料先好嗎 就是2006年的時候 是嗎 2006尾2007頭 是 是 吳文欣做了一個代言人 是 去做一個整形手術 是 當時就在雜誌上看到很多照片 那些照片其實挺大膽的 然後這個就是很多的背景 就是很多的 我只記得 因為其實我只是覺得 那時候拍的照片 就是硬要放的角度 就是雨了 腫了 紅了 然後你的樣子就好像受害人 當時我作為蕩人 我當時控制不了宣傳的手法 所以當時我真的被傳媒 被所有的宣傳手法嚇到我自己 你自己也會覺得 因為全部都不是我想像裡面 其實你的想像是怎樣的呢 你想像是很漂亮很正面 其實當時對我來說是很簡單的 我當時只是我朋友做了削鼻手術 在香港 我當時覺得很好 因為當時我朋友都是勾鼻的 那我說不如我去做吧 然後我叫他幫我排期 排一下 然後就碰到蕭定壹 剛好他門生意 就打算在韓國拓展這個市場 就是來香港 然後他就叫我 然後我就說 咦 這麼巧 我又打算排期去做這個作術 然後就說成了這件事 其實真的很巧 剛好就打算 好像一巧 好像整定一樣 但當時來說 是我想像之外 所有事情發生 所以其實當時之後 我都有一段時間 有少少收買了自己 但是之後 剛好現在又遇到一個這樣的機會 認識到韓國那邊的院長 然後又知道他們是第一名 然後又知道他們想來香港 開發這個市場 所以我就代理了他們 因為我覺得其實香港是有市場的 去到今時今日其實 真的多了人去討論 或者去嘗試 其實既然有這個市場 既然你也是想做的 麻煩找一間好些 其實相比起 我們說到有六七年前 其實風氣大膽了很多 大膽了 但還是保守 好像我們Winnie 今晚雖然不在 我還想見到他 是的 他做完後人家都覺得沒事 他還很大聲地在咪咪中說 是的 他很大聲開咪說 前兩天做完了 大家都會覺得沒事 現在是覺得是一件很普通 相比你那時候 其實是一個很普通的事 但是那時候你真的很大膽 因為那個輿論的壓力 那時候是 那時候輿論壓力多於一切 其實我覺得大家忽略了一件事 因為大家覺得整就是整 就是整一下 但其實之前的心理壓力 還有之後要面對的事是很多很多的 其實呢 整我又覺得 不是那麼壓力那麼大 只不過是出來承認那個壓力最大 是 整的過程那樣東西 都不是那麼辛苦 然後整了之後 其實當時有麻醉藥 那樣東西 麻醉過了之後呢 那你有止痛藥 但你好像剝智慧牙 剝了你也會痛 我印象中真的不是那麼痛 不過是腫了 一定是會有腫的期間 你會看到自己腫了 有一點擔心 但是過了之後就沒事了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 整容整出過未來 整容整出過未來 沒有需要也不需要去罵別人做 但是像你一樣 你弄了鼻子 你會不會覺得 對你的事業和愛情 會有一個轉變 其實這個有一點 小時候撞了很多次 是嗎 因為太過了 我不知道為什麼 真的很奇怪 有些事情是 你整是 是無數的多次 困到 被一雙門撞傷 或者我自己走走走走 就撞了一塊玻璃 真的 我做了很多次 然後譬如 在學校裡面 剛剛一轉過來 那些人 身懶腰一拳就浮起來 我的鼻子 沒有理由 你說你小小的 人身懶腰應該要向上 不是這樣的 打環 然後我剛好進來 真的很有趣 不知道是否天意 這就是破相 真的整作 撞過很多次 真的撞到破相 是同一個位置 嘩 然後 KO了 最痛的那次 我記得是 三年在操場跑 然後撞了大姐姐的頭 鼻骨撞頭殼 嘩 然後那次痛到飄散眼淚 然後之後 他的鼻骨 不知道怎樣 就凸了出來 對 凸了出來 有一點折胃 但我又不是 呼吸不了什麼 然後家人也不發覺 我又沒有告訴家人 然後之後 一路大大大大就這樣 所以一路是有個情意 很想為何會 家人的鼻本身也會有直有膏 但是我就有個折位 我很想磨直它 你剛才說 就是你有個朋友 他就在香港做了磨鼻的手術 然後你才引發到你 是真的決心做的 但是你是從小到大 都不喜歡鼻的 都是想做的 不大內不方便 因為經常被撞傷 太大會撞傷 很多人都是這樣 有一個連以效應 都是見到朋友做了 他又可以 那就沒什麼 就是見到朋友做完 有個個案衣可以 就做得好 尤其是女生 那朋友做得這麼好 我又去做 很多時候都會出現這樣 但是那個 但我朋友做的是男生 是 現在男生做得很多 很普遍 你從那個開始不喜歡自己某個部分 然後去掙扎是否應該做 去到真的見到人做 而自己決心 那個階段 你有多長度 你自己 應該是說 我朋友去做 而我打算去做 這段時間很短 因為朋友的個案 真的令到我 他都說沒有什麼 我問完他的過程 沒有什麼 然後就去做 但是 但是說 去營造代言人 這家東西就最 最 營造代言人 都是做之前的 還是做之後 做之前 做之前 我之前是說 我朋友做了之後 我打算排期 暗瓦底自己去做 你什麼心態呢 什麼心態呢 是不是做了別人 會不會發覺那種心態呢 又是 打算暗瓦底做 打算暗瓦底做 如果有人發覺 其實我想我都會承認 沒有都不承認 但是我沒有想過事先張揚 自己去張揚去什麼 如果真的到時有人問 我才考慮認不承認 但是那時候都想過 如果有人問 就認 但是誰知道 剛好 就真的營營走過來 走去 有這壇的事情 然後 就 說成了整件事 你說那個期間有多久 他認做代言人 決定做代言人 都很快 剛才聽你說的 因為我本身自己想著排期去做 想著如果有人問的時候 我都會承認 變成做代言人 都是一樣 那關難不難過 只不過 那關難不難過 哪一關 好了我現在做代言人 要做這些 承認其實不難過 最難過是回來之後 那段宣傳的期間 回來之後 那個是一段 可以令到很多人會有抑鬱症的一個階段 因為你自己又未去到 變成最漂亮的樣子 但是旁邊的人 就已經覺得 你可能 是不是這樣了 又不知你是不是這樣 又不好意思問 那個位置很辛苦 是啊 那段時間是難過的 所以我現在 譬如我都招募著代言人 我會很保護我的代言人 我很想知道一件事 就是在整完之後 那個心理關卡 和面對那種壓力 不過我們聽完這首歌 回來我們說一下這件事 好嗎 好嗎 女人漂亮一點是真的很有好處的 剛才聞人聽到剛剛Eva的金句 是啊 都有一些這樣的經驗 是啊 因為其實 難聽點說的就是 以貌取先 這個世界真的很現實 是很現實的 你有沒有什麼經歷是因為以貌取先 我以前美國讀書回來 畢業回來 某美國大公司 即是電腦公司 我其實電腦是不太熟識的 我去面對面 然後就聘請了我 很多人都很驚訝 他們聘請了我 後來之後 我問回我的團隊的老闆 我的團隊 其實為什麼當時你會聘請我呢 他說沒有 你發的那張應用程式有照片 他們每個人都是看照片 全民成的團隊 行不行 這個女生行不行 因為其實那間公司都是 銷售的 你的IT人 看著美女去銷售也好一點 所以就是OK 樣子可以 然後上來面對面 對答OK 那就聘請了 我經常告訴你 平時我來銷售人 我們要看樣子行不行 我們都不是看學歷 那樣子行不行 這個行不行 尤其是一些前線的工作 即是對客戶 真的要看樣子多很多 所以我剛才就說 現在因為在內地 內地台灣 日本韓國 這些幾個國家 他們的父母 是等兒子 他們會儲了十幾二十萬 是給子女 他們大學畢業 第一份禮物 你先不要去找工作 是呀 先弄了容 是呀 等你弄了容 然後有好的外貌 他們會相信 你會找到 有一份更好的工作 有些是不等到你畢業 是讀書 放暑假的時間 已經去了 我不贊成這件事 父母不需要付錢 兒女去做這件事 但現在他們真的很多 因為我今天找了很多資料 很多父母他們都贊成做這件事 韓國其實是十五至五十歲 統計過 女性有八十個百分比 我完全相信 男性只有三十個百分比 是十五歲至五十歲 男性也有三十個百分比 不過韓國的男生很高大 如果樣子也好 原來高度也有得整 他們說 怎樣 在韓國 她說不知怎樣 博瑟案 博瑟案 對呀 他們說可以加一些 不知道加一些什麼 在她的腳上 可以跟她拉高 但好像是十六歲左右 對 如果不是能夠復原 到大 我告訴你 我可以分享一個經驗 為何男生都會多 因為本身我的兒子 她是加拿大的 她不是很高的 我姐姐就擔心到不得了 就帶她去骨科醫生看 怎樣怎樣怎樣 就希望她會有六尺高 因為我姐姐覺得男人一定要六尺高 那你姐姐是多少高 我姐姐也有五尺六七 姐夫呢 也有五尺八九 那何來六尺呢 但是兒子 他們打算在外國生活喝牛奶 怎會 多大 我兒生兒子那時十四五歲 但都會 但都會抓她看醫生 經驗不夠高 所以你說 男生 就算你不是整個樣子 就算你是整個高度 父母都會擔心這件事 不知道聽眾認不認同 可以打來一八七二八八一 講一下這件事也好 父母 子女可能要很年輕的 但當然沒有錢 但父母如果 收到一個子女的要求 應不應該去資助一下她呢 其實現在真的越來越多 有些其實在香港 當然香港 真的一個比較保守一點的社會 是的 你知道我們現在出廣告 雜誌是不能出整容和整形的兩隻字 修飾輪廓 即是要用這些字眼 我都不太明白為什麼 是 那你會有辦法 用什麼字眼去代替 現在用什麼字眼 素形 但素形都好像開始有人投訴 是嗎 又要弄好聽一點 對 很可愛 你知道香港的衛生署 零至三個月的奶粉是不能買的 知道為什麼 零至三個月不能買 零歲至三個月的奶粉是不能買的 哦 即是六個月後的就行 好像不記得幾個月後 總之零歲的就不行 是嗎 所以其實很多的字眼都要很清楚 你在美國回來也知道 那些 我當時在美國也是 那些整容的廣告是 簡直是厲害到不得了 其實台灣 台灣也是 大陸我也看到有電視廣告可以買到 因為其實大陸你會看到有很多 他們其實都是做得很新的 其實最保守的是香港這個市場 剛才你說的地方是什麼 成都還是哪裡 你說有一個十五層樓高的 那個是其實我們公司的其中一間旗艦店 在韓國在江南那邊 江南那邊 十五層樓那棟大廈是他們的 十五層樓都是整形的 所以其實是最大的 就是每一層樓這一層就整牙 那一層樓可能整眼 是啊 很專業的他們 很專業 會不會有些聽眾 是整了之後 就發覺真的幫到自己很多 又或者 發覺自己伴侶不接受 或者伴侶鼓吹之後 令到婚姻或者那個關係很好 都可以打你一百七二百八一 我們稍後回來會接電話 如果你說整容是難以接受 或者父母不應該給孩子的整容 但是 菇牙不也是整容的一種 我剛才想起 很多都是父母給錢 都是一樣 所以反正要給錢你菇牙 菇牙也不便宜 比你弄雙眼皮 菇牙也很辛苦 好像要菇兩年 所以你一割雙眼皮 一兩個小時就完成了 雙眼皮只是半個小時 半個小時 你說是不是更方便 我們直播室有吳文欣在跟他們聊天 不如打你一八七二八八一 可以講一下今天關於一些整容的話題 是否整容可以整出一個未來呢 如果你說你的子女想整容 又沒有資金 你會不會去資助一下他呢 我們有個電話在正在準備當中 呂先生 喂 你好 呂先生 你好 呂先生 你好 你對整容有什麼意見 我也是做了人父母的 是 我本身以前都弄過牙的 嗯 其實我也覺得自信心會強一點 是 弄了之後呢 我對人照了可能會少得殘難一點 但是我很強調一件事 就是餡是一定要先走 嗯 什麼意思 很多時候你自己的餡 例如你讀書都讀得不好 你如果沒有底的 好像剛才 Natalie 是 他也有說過 他本身也有抗理 就是他要有這個餡 然後他進入那份工作 再加上兩件事 相對抑象 出來的效果才行 是間內外都要 是啊 如果你想人家很多時候 想我做了可以做出一個未來 其實 如果只是這個方法 就一個區學 那並不行 內在都很重要 一講話就被人見面 那我想那時候 Natalie 因為你的interview的對答 都應該是很不錯 他們才會聘請你 是的 譬如你說 寄一張照片和CV去 可能那個樣子 令到你得到第一次面對 但你真的面對 如果別人知道你沒有資料 都不會聘請 所以呂先生你說得對 內外也對 正確是先行 呂先生你現在多少歲 你現在多少歲 你多少歲 我現在四十幾歲 你會不會自己 子女呢 我小朋友 我也擔心會高度 所以我很鼓勵去游泳 做好的活動 將來如果有些什麼 真的很需要 例如近視太厲害 可能會考慮一下 如果太太想整容 你會不會接受呢 如果太太想整容 你會不會接受呢 我覺得 我可以找她做我太太 以我這個 這個 年紀的人來講 以前 我們其實是 分舊交替的 我 我也四十幾 我六七年 其實是 我們那時候 其實是 比較抗拒 現在呢 其實是覺得社會 基本上 如果太太真的要求呢 讓你去 我太太認識我這麼久 我相信她絕對不會要求 現在的太太 其實我最近找到代言人 其中一個blogger 她也是結婚 生了一對子女 她其實很早之前 她本身的樣子都不差 但她的眼睛就開始年紀大了 眼皮開始鬆 她跟她老公申請 想去做雙眼皮很久 她老公之前一直都不批 到她生了一對龍鳳胎 她老公說 你想要些什麼 又送些東西給你 這麼好 幫你生雙龍鳳胎很重要 她說 我不要 什麼都不要 手袋不要 戒指不要 什麼都不要 你只讓我上去做雙眼皮 就是這樣 我覺得這個故事挺有趣 很多人會覺得 女人結婚紗仔就上岸 還搞那麼多事情做什麼 但其實 對女人的角度來講 心底處 她年輕都多人看 都是一個美女 到現在年紀大 她沒有了資訊 覺得就在家裡 那一刻心理 男人未必會明白 她只不過想做一些事情 令自己開心 有回春的感覺 我絕對認同 這些男人是不會理解 那個心態 覺得你已經做了我老婆 我都娶了你 女人不是結不結婚 然後問題 其實女人就算結婚 也是貪美 這是我們的本性 這樣說 回回頭 女人有時候 可能她都不會明白 男人的心態 其實 男人的心態 就是 美女 就是 女人的心態 就是想更漂亮 多些人看 男人的心態 就是我看別人的女生 好好的 看回老婆 她會覺得 但是不是 女生 你想令你老婆黃面鋪 黃面鋪人 但是不是 女生會怕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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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的 其實我太太 從結婚到現在 她從來都沒有對我說過這方面 她唯一一方面 就是覺得自己不夠白 不夠什麼 不夠白 不夠白 膚色 相反 其實我喜歡我太太 我真的喜歡她黑 我不喜歡很白的女生 我喜歡黑一點 因為女生黑一點 我覺得自然比較健康 我本身也很喜歡做運動 所以 其實 男人選擇的妻子 其實都很明確 還有 我還有一件事很想說 就是 其實 年紀大了之後 整容這個手術 我看到很多明星 年紀大了是每況愈下 好像我們本身都做專 你會發覺 她會不會有少許常癮 我是擔心這件事 所以其實我又不是說 會不會有其他部分 我覺得整容是可以的 但我覺得 我覺得整容是可以的 但就不要貪心 我也認同 是 有些真的太貪心 很多東西是假的 女生可能你說的例子 是比較極端一點的 亦都是因為有很多整容 是因為可能 不想眼皮倒下來 其實只是抗衰老 對 抗衰老 但是不會說 真的好去沉迷 可能變成一個病 可能是一個病態 沒錯 其實我不是鼓吹 真的要沉迷下去 但我覺得有需要的 其實為什麼不去做 對 有需要 女生 如果你 補責期可以有多久 其實根本上 看到事實是怎樣 是 女生你又不贊成 但如果你太太 我不是不贊成 我沒有贊成 我太太沒有要求過我 如果她要求我 都會考慮一下 其實她是否實在 是否OK 還有後遺症一定要考慮 這樣說 她想做就想漂亮 如果她自己決定了這件事 而做了 你又會有什麼反應呢 這件事我覺得 放在不同人身上 我是回應不到你的 因為我有很多朋友 我有很多girlfriend 他們是不會告訴她老公 他們是做了 然後老公都察覺不到 然後他們都說 反正平常我剪了頭髮 他們都不知道 我剪了頭髮 我剪了頭髮 他們都不覺得 我剪了頭髮 我老公都不會知道 那又是真的 真可憐 又是問我今天有什麼不同 完全說不出 完全說不出 原來是有很多girlfriend 就說 要不要告訴她 反正她都不看我 好 我們麻煩呂先生的電話 因為我們還有另一個電話 就是陳女士的電話 好 早晨 早晨 你好 你好 陳女士 你好 我同意剛才你們說 是 有需要的時候 就要做 是 也同意你們說 眼睛 眼睛 多大 女人的眼睛 一直大 有些人就會摸 遮住你的視線 是啊 是 要去做 是啊 要做 不做的時候 就遮住你 我本身也做了 是 哦 你什麼時候做的 是眼科醫生 都是眼皮 太大 是啊 你對我們影響很大 陳女士 你好 需要去做 我不同意 有些人為了拱鼻 去做 你的鼻子漂亮不漂亮 你當然 你做 我有個同學是很漂亮的 年輕的時候 是 我想都沒想到 他住在紐西蘭 他竟然飛去泰國去整容 整容之後 我再看到他 我不敢說 你整容 整容 你更噁心 哈哈哈 所以如果真的要做 找間號 他那個整容的心態 就不對 是 我問他 為什麼你會由紐西蘭 還去泰國 第一便宜 為什麼你沒有這麼大的影響 不可以貪便宜 我對著鏡子 記得我自己而來 那個臭了 皮臭了 他拔皮 拔皮 拔皮 拔皮之後 變成一面 眼睛 一面膏 一面矮 我覺得這樣 就是不對 陳女士 其實他是不適合 找錯錯的一間 整容醫院 其實一間好的 會好很多 先聽我講 我覺得你年紀大 你又為了自己 眼皮臭 沒所謂 年紀大 就會一樣去 其實都不是的 是心態自己不開心 他現在拔了 弄了漂亮 其實他的樣子 更醜 但其實我 Natalie 我不是很鼓吹整容 我只是在我身邊 有兩個例子 像我媽媽一樣 他會是因為 潮皮而很不開心 好像我爸爸 其實已經不在 他不會說是因為 去取悅我爸爸 或者其他人 但他就是 常常看到鏡子 他就很不開心 常常要拿一條頸筋 遮住一條頸 他就很想 他的心願 就是拉走了 這樣的皺紋 拉走了在後面 你說做女兒的 你不是說是鼓吹 但你只是想 你媽媽不要常常 看著鏡子 很不開心 這個就是我媽媽的 活生生的一個例子 她覺得她做了會很開心 但她嚇到我 她那次說去越南做 我說如果你是 我給你錢去韓國做 因為我也有一個母親 她家裡發生了一些重大事 有些抑鬱症 後來不知道 朋友帶了她去打Botox 整個樣子 之前是很受明心所的 然後她打了Botox 即是馬上都沒有了些紋 然後她的朋友又稱讚她 她幫助到她的抑鬱症 即是信心離開 其實在美國 她有一個統計 你的眉心 有些人經常皺上眉頭 有兩條坑 其實你打一點Botox 你放鬆一下肌肉 你想皺也皺不到 其實有幫助你的情緒 想不開心也不行 不行了 但因為其實 你都會影響抑鬱症的人 好像身邊的人 你都會影響到 為何整個眉心不上 皺眉頭 那個經常在外國人的眉心看到的 十一 有個十一 畫公仔都一定要畫那兩行 才能代表她不開心 其實是 我們多謝陳女士的電話 多謝陳女士 陳女士說得對 如果去年紀七八十歲的話 你真是功能性 你的眼皮真是掉下來 看不到東西 那你要做 真的沒有很厚非 尤其是女士 我們很難抵擋地心吸力 和歲月催人 你也想停留在 不要說二十歲 停留在三四十歲 好像我教授 最近在加拿大來 她五十七歲 我沒想過一個教授 她都可以這麼貪靈 因為她真的在我心目中 她不是那麼貪靈 但她每天對著鏡 她說 為何我的肉都掉下來 她說 她現在最大的心願 就是做到一些整容手術 是可以沒有後遺症 她會馬上去做 我聽到都很驚訝 那個年齡已經特別放得開 其實現在的整容手術 真的沒有後遺症 對 她就說沒有後遺症 我一定要去做 所以連她都會這樣想 是一個很老實的教授 其實很多女士都會有這個心態 當你每天起床擦牙 對著鏡子 你會看到 把肉弄掉了 然後有很多條紋 你真的 那天外出都會 真的不開心 如果你可以做到 又令自己的心態 開心 好 打來172 881 我們來聽一首歌 其實如果說起一些整容公司的廣告 有一些東西 我自己經常都覺得有點堅持 因為很多時候看到那些廣告都說 毛痛 或者兩天搞定 即是說得很簡單 絕無後遺症 但其實真的有什麼後遺症 你會期望有什麼後遺症 還有你預計要搞多久呢 醫學的後遺症我不知道 但是是不是毛痛呢 我肯定不是 那你打了麻醉針 因為那個過程是 之前有個心理壓力 之後又有一段時間 是要面對其他人去過那個心理關卡 那段時間都是一種心理的痛楚 看看你是不是做代言人 我那時候做代言就是因為輿論壓力 就算是普通人做 如果你是一個普通人的做 都要面對其他人的 你之後燒了種出來 其實沒有 那些人會覺得你漂亮了 或者是有不同了 然後現在的人很流行 沒有說瘦了 沒有說化妝漂亮了 化妝技術進步了 化妝師厲害了 沒錯 女生是OK的 因為女生經常都化妝遮得到 但是男生做 就真的很大壓力 最後那段時間 做完出來就好了 其實現在男生做是多了 但是呢 但是就回到以前我們幾十年前 女人做 那樣那樣 那樣 你怎麼做 什麼大壓力 如果你走出來 整個Angela baby 我覺得你不會大壓力 但是如果你男生走出來整個 整個 之後又認識了一班新的人 然後之後 哇 美女 但是他又不 有些人真的是這樣的 做完之後 為了不想麻煩 為了不想尷尬 要跟別人解釋 我簡直是不找以前的朋友 找一班新的朋友 那是否斬腳趾鼻沙蟲 會不會 在街上都不敢認 那我又會覺得 如果是這樣 你不如不要弄 是的 我也覺得是的 你不如不要弄 因為如果你這樣的話 你不可以說完全沒有以前的東西 是的 其實很老實講 我覺得整容 不會去到完全變了樣子 是會覺得不同了 漂亮了 但是那個始終是你 現在不是說變臉 現在不是說變臉 我們看你以前的相片 和現在不是說很大分別 其實不是 可能鼻子 是沒有以前那麼勾出來 是的 都不是說很大分別 那不難做的又不算很誇張的手術 因為我 我依然堅持是 整容是可以 但是沒有貪心 是的 但是那個底線是什麼 貪心的底線是什麼 每個人的定義不同 這個是我自己的定義 有些人會覺得 想要求更多 我們跟Winnie聊天的時候 Winnie就說 她的底線是在龍胸之上 她做什麼都行 但她不會龍胸 因為她也挺好身材 是的 她也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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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但是她也是嫌自己 可能她嫌自己的眼 或者鼻子 每個人都會挑剔自己一些東西 其實自己有些好處 可以保持 她每天在扔心口 你知道嗎 你知道她扔心口是什麼嗎 為什麼 總之我 總之我拍聖女的節目 之前做了 她每天在扔心口 不會的 未來那麼多時間 是的 未來那麼多時間 做出一個未來 當然 她現在也有 不過我自己 我個人的看法就是 要小心一點 不要隨便 不要隨便去相信 不論任何貪便宜的醫院 或者是寵所 還有她們的字句 是的 其實 做多一些資訊 上網 做多一些資訊 因為我都覺得 是一個重大決定 在這一生人裏面 如果真的想著去做的話 所以真的要找間安全 和可靠 是的 因為我覺得 除了整個一下 實際上的手術 我覺得最難過真的 都是說回那個心理關卡 所以你要對那件事有個心理準備 還有你不要以為她說 七天搞定 七天之後可以上班 千萬不要這麼想 我覺得你中間要給一段時間 自己去靜一靜 然後想一想應該怎樣面對 之後才上班 你覺得很詳細 是嗎 我們沒有的 想要做就做 竟然這個男人 心理關卡 是的 真的 還要想你心理關卡 是的 你知道女人心理關卡是什麼嗎 未做之前 你不了解女人 未做之前的心理關卡才厲害 做了之後根本 當然決定去做 那就做吧 我想女人 你打算做的時候 已經沒有了心理關卡 都是講社會風氣問題 可能去到現在這個年代 還有可能整容的技術 我們不會說很快 好像回到二、三十年前 好像我們看電視 啊 他的鼻凹了 然後眼睛又高低 所以我想現在整容的技術 已經是不會去到一個 已經很進步了 明白 不是的其實我反對 我覺得真的好看醫生 好看醫生 好看醫生 好看哪間醫院 即是不要去隨便一間 不要 是呀 做多些研究 因為你網上一定有人留言 還有好像吳文欣那樣說 整可以 千萬不要過分地貪心 這個一定是 今晚真的 麻煩吳文欣 想你跟我們聊天 謝謝Natalie 我們明晚繼續有大龍鳳 OK 謝謝